这个没穿内裤的帅气男人拦下了美女的车 敞开衣服一脸的坏笑 文英直接来到她的面前开始扫尸她的身材 她得意忘形的样子 本以为能得到夸赞 阿勇急忙向她解释 因为天气很冷 所以她害羞地变小了 这时文英看了下手表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并让她赶紧上车 就在倒车的空隙 阿勇在车里穿上了内裤 这是她防止失去理智的最后防线 然后她透过天窗感受速度带来了刺激 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了路中央 文英对此根本不想理会 反而加大油门冲了过去 只听到阿勇在车里大声嚎叫 眼看就要撞了上去 一阵刺耳的急杀过后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钢太的面前 她被这个疯狂的女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阿勇也被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钢太来到车前让她立马下车 可文英偏偏让她体验下被忽视的滋味 接着一脚油门直接扬长而去 钢太放心不下急忙开车追了上去 原来车里的阿勇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文英开车一路横冲直撞来到了街区 这让患有狂躁症的阿勇更加兴奋 随着一声爆炸过后 腾空的爆米花瞬间散开 车上的阿勇是一脸的享受 就在她还沉浸在刺激当中时 文英告诉她目的地道 让她在这里玩吧 她立马变得更加兴奋了 原来这里是她父亲选举拉票的现场 她不顾阻拦冲上讲台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还声称自己是精神病患者 她的一员父亲听后气得差点当场去世 越是这样她越兴奋 她说自己是家里的蠢蛋 因为她成绩不好 经常受到打骂 更是瞧不起她 每次惹事就把她关起来 她那样做只是想得到家里人的关心 所以导致她疯狂的闹事 台下的钢太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想到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未患有自闭症的哥哥而活 自己压抑多年的情绪 仿佛在这一刻也释放了出来 就在阿勇被带回精神病院时 她的母亲走了过来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母亲斥责她这样做丢尽了一家人的脸 也毁了她父亲的大好前程 母亲把一切过错都怪罪在阿勇身上 情绪崩溃到了边缘 而当母亲离开后 阿勇抚摸着被打的脸 只有身体上的疼痛 才能让她感受到被母亲的关爱 回去的路上 两人谈起阿勇的事 文英表示父母只喜欢讨自己欢心的孩子 并抛弃那些没出息的孩子 这句话触动了钢太童年的阴影 她要求立刻下车 文英一时也搞不清楚她为何会生气 看到她离开的背影 文英大胆地向她告白 但刚才并不为所动